现在就下载98新闻台APP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精彩节目 我是郭立芳 也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 大家对我可能会有一点点的陌生 我在网络上的称号是理财教主 以及理财的四宝妈 没错 我是四个小孩的妈妈 所以我今天要来谈的主题 就是夫妻跟家庭的财务规划 也欢迎各位听众朋友 也可以到我们的YouTube来收听直播 有任何的问题 也可以在我们的YouTube这边留言 地方都会挑这个部分 可以跟各位回答一下 我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 你们之间这两天台股都是在下跌 不知道说会不会有一些投资朋友 因为老公或者是因为老婆的部分 他可能投资有一些亏损 尤其是像今年台股以来 一路从一万八千点的高点 甚至最多跌到一万两千多点 那现在当然又回到了 差不多一万四千多点左右 那在这样一个市场震荡的时候 不知道会不会让你们两个 就是夫妻之间在谈钱 这件事情上 也多增加了一些不愉快跟压力呢 很多时候我都觉得说 谈钱这件事情 在华人的世界里面 好像很难启齿 对不对 讲到要钱好像就觉得 哎呀好像矮人一截 或者是觉得自动就会脑补 就待会应该会有一些不愉快的讨论 算了算了 我不要提好了 但是呢 如果夫妻关系要能够健康长久 及时谈钱这件事情 财务的规划 其实是很重要的 我常常在外面的演讲或上课的时候 会有很多的这种所谓的职业妇女 或者是全职的妈妈会问我问题 很奇怪 可能男性的听众比较爱面子吗 比较少问我有关这个夫妻跟家庭理财的问题 通常都是妈妈来问 他们都问我说怎么办 立方老师 因为我跟我老公之间 我觉得好像有点说不清楚这个钱的事情 什么叫说不清楚呢 比方说我可能我觉得我的家用都不太够 可是老公就会觉得我已经给你很多钱 怎么还不够用呢 所以这个我好像要再多跟他申请5000块 好像他就我脸就很臭这样子 说我们一个男人在外面赚钱很辛苦 你到底能不能省吃俭用一点 那超持一个家到底要花多少钱 那难道我的老公都不知道现在通货膨胀吗 现在升息升得这么严重 对美国通膨这么严重 台湾也有受到通膨的影响 什么东西万物皆涨 只有薪水不涨 对不对 所以我想很多的人在谈到这个钱 就会有感到这个压力 那大家不要紧张 为什么 因为其实不是只有台湾这样 其实在国外 我现在就看一个 就是说最近的有一个纽西 有一个加拿大的一个机构 就做了一个调查 它叫做那个加拿大信贷 Credit Canada 他就调查说有80%的夫妻曾经为了钱不愉快 其中有35%的夫妻 甚至每个月都会炒一次 那有43%有小孩的夫妻 甚至还会因为钱不够用 那小孩子的教育金 还有很多的开销需要用而失眠 所以可见这个有关钱的这个压力 在整个财务上来讲 的确是蛮 怎么讲 蛮沉重的 事实上呢 如果你把钱理得好的话 这个压力其实可以不如你想象中的那么大 那夫妻之间 其实就建立在一个互相信任的原则之下 在这个基础之下 其实没有什么好 不能讲的 为什么 因为这个家是共有的 是太太有责任 先生也有责任 对不对 那赚钱 我相信很多在都会区的这个夫妻 应该都是双薪家庭 两个人都有在赚钱 不管赚多赚少 都是为了这个家庭 为了你的小孩 对吧 所以两个人其实都是有爱 因为这个爱呢 然后支持 把这个家庭 这样我们要维持下去 其实都非常有贡献度 所以千万不要觉得矮人一姐说 我的另一半 月薪十万 我一个月只赚五万 那我就是 怎么讲 英雄气短 公围就小一些 其实不需要 你对这个家 还是有非常重要的贡献度的 好 那我们要来看一下 就是说 我要怎么去谈钱 那谈钱之前 我想要先理清一下 就是说到底你跟你的另一半最常为了哪些情况来吵架 那我这里就提供一些例子 因为我常在外面上课 其实有一些学问就跟我反应 比方说我刚刚有讲的 比方说我刚刚有讲的就是说有一些全职妈妈 他就是老公一个月呢就是给他个两万啊三万啊四万不等 看你是在什么样的城市 好咯 给了这个家用之后 结果到了月底 可能第四个礼拜前就已经不太够用了 那当然啊 那小孩子又要缴安静班的费用又要什么的话 当然又要伸手跟老公说 这个月不太够呢 你再拿个一万块存进来 不然就再领个一万块给我 这样子 这个时候老公的脸就臭了 就可能觉得不是那么开心 就觉得说 每个月以前都够用 怎么现在不够用 所以难免就会讲出一些 可能听起来不太舒服的话 例如就是说 你钱是都花去哪里 不是每天买菜而已 是都花什么买什么这样子 或者是说你钱到底 你有没有在记账 你钱到底花到哪里去 有一些另一半真的是 我觉得很夸张 夸张是什么 就是说我要领下个月的家用钱 那太太竟然要用上个月 她有去记账的这些明细 来跟老公请款 我觉得这样子实在是 分得这么清楚 跟计较的这么清楚 当然你也可以说 这个老公很有数字头脑 看什么支出都 这个钱要花在刀口上 都不要去 好像多花一毛钱 或者是不要把钱 花在不该花的地方浪费掉 可是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 夫妻之间的情分 真的不是要计较的这么清楚的 你这样子讲的话 太太听在心里 其实心里是不好受的 毕竟她在家里 也要做这么多的家事 也是很有贡献度 那你这样怀疑她 钱好像乱花 其实听在谁的耳里 其实都会不愉快 所以这个是第一个 给你的家用都花到哪里去了 第二个呢 是什么 你是不是花得太凶了 我看你 就也没有在上班 衣服干嘛买那么多 或者是说 怎么办 那你这个小孩子的那个补习费啊 那安清班啊 这些什么 才艺真的要学那么多吗 画画也要学 钢琴也要学 小提琴也要学 有必要学这么多吗 因为这些都是钱 对吧 所以有时候呢 你的另一半就会来质疑 就是说 负责在家用开销这个部分 管理的这个人 有时候是先生 有时候是太太 就说 你是不是花太凶了 那可能听在另外一半的耳里 就会觉得很不舒服啊 为什么 我用的都不是在我自己身上 我花的不也是为了这个家 那我花的不也是为了 我们两个的小孩 在他们身上 那大家都说望子成龙 望女成凤嘛 那很多时候 你看你儿子 你女儿同学 补习都补成一团 或安清才艺都学很多 我们家都没有学 好像心里也会有点慌张 如果小孩有兴趣 那当然了 一个月就几千块 我就给他花下去 就让小孩子培养个兴趣 很多的家长 是这样子的一个心态 那如果钱够用的情况下 当然你上什么才艺 我想应该都没有意见 问题是 现在万物皆涨 那薪水没有涨的情况下 如果钱不够用 当然或许就有一些比较计较的另一半 他就会来计较一下说 你盘点一下 你才艺是不是要学那么多 尤其看到小孩子 每天回到家都在干嘛 打电动 打switch 你学的那些才艺 拉那个小提琴 一个小时要800块的学费 我立马来拉拉看 给我听听看 也没有 所以有时候想一想就觉得很生气 学那么多才艺 好像也没有看到 在家里不是打手游就打电动 想到就有气 这个时候 其实这又有关心理学的部分 很多时候 我们会把对另外一半的不满 可是又不好意思讲 发泄在孩子身上 所以当你看到 孩子又在那边打电动的时候 你反而是在骂小孩子 但是这背后的情绪因素 可能是什么 可能是说 家里的经济状况 财务状况 越来越紧张了 结果你又不好意思去挑剔 你的另一半 你的老婆或你的老公 这个花钱的方式 所以你只好 看到小孩子这些行为 你就把气发在他身上 有没有类似的情况 我们也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 如果你有听过 或者是你自己 是怎么样常常 可能跟你的另一半 因为钱吵架 也欢迎留言给我们 那也欢迎有一些相关的问题 都可以提问 好 那还有一些是什么 这个比较常见的 就是说 有一方的投资势力 像 这一波台股 跌下来以后 很多人 你看台积电 他买在600多块 660还在买 对不对 因为之前曾经有人说 闭着眼睛 几百块以下都可以买 那一路之前市场看好的时候 股价都是一路的往上涨 结果没有想到台积电 一路跟着台股下跌 一路跌破500 跌破400 甚至来到300多块 你的钱 如果你买两张台积电 在600多块 你等于花了120万 在最差最差的时候 你有可能就是直接 就是等于快要腰斩的感觉 100多万 马上缩水成 可能只剩下70万左右 那这些 一下子缩水太多的 这个因为投资的亏损 产生到你们家里的财务状况 有出现这个警戒线的时候 这也是很多的 夫妻会不愉快的地方 不愉快在哪里 我早就跟你讲了 对不对 叫你不要买那么多 我或者是我早就跟你讲 不要那么积极投资 对不对 我早就跟你说过 我早说过了 这些话听起来也是很伤人的 那事实上 我们要去怎么避免 因为投资 这个失利 然后的不愉快呢 待会后面的节目 会告诉大家一些心法的部分 怎么样去防堵 因为事实上投资 我的立场就是 我一定是鼓励理财 也鼓励投资的 为什么 因为我们薪水真的是 加薪的幅度非常有限 所以我们必须要靠投资 理财才能够去翻转 我们这个已经收入可能有限的人生 甚至透过投资理财 能够让我们真的可以比较早退休 或者是退休后的生活 真的是比较不用去烦恼那么多 所以投资理财还是很重要的 好 那还有哪些不愉快呢 OK 好 有一些呢 就是说 你也有在赚钱 我也有在赚钱 可是呢 有其中一方 可能会对这个 用钱是比较斤斤计较 我有听过 就是说 有一些的妈妈 他比较节俭 那有一些的爸爸呢 他呢 平常不太花钱 可是一花就是大钱 例如 又换那个手机 iPhone14又换了 他又要换了 手机明明用一年多 只要有新机 他就要换一只这样子 或者是3C产品啊 笔电啦 或iPad啦 这些 他也都是要用的 甚至 这个还算小的 有些男人呢 很喜欢玩车子 或者是重机 有没有 他开个几年 他就想要换一台 比较好一点的车子 为什么 人生在世嘛 我赚钱就是要犒赏自己 对不对 那我为了这个家 我付出了这么多 我买一台好一点的车 来给我用 有什么关系 对不对 我相信很多的爸爸 心里是这样子想的 甚至呢 他会说 没关系啊 我没有特别 或多花什么钱 我可以申请车 汽车贷款啊 那很多车商 给很多的优惠方案 我一个月 顶多再多付个 1万块 或2万块就好了 我就可以开一台新车了耶 对不对 所以呢 他就是这样子的思维 可是呢 太太看在太太眼里 就觉得说 孩子还那么小 我们两个才三四十岁 我们离退休 不知道还要赚到几岁 才能够退休 你现在 一条钱就要开下去 一直都在花这种钱 那我都不知道说 后年大后年 你是不是又临时 又要干嘛 又要花一个钱 所以呢 当有一些比较大笔的开销的时候 就会有一些不愉快了 因为太太通常是老公订完车 开新车 说要带你出去走一走 才发现说 老公怎么又买了 又败家了 这样子 或者是说 很多时候我们都是要侍奉长辈 那我可能就会有 给长辈的效养金 或者是过年又要到了 我要给长辈的这个红包的等等 那有时候夫妻之间 如果你们的价值观不太一样 就是说像有些人习惯 用好的东西 有些人就觉得说 我用这样的东西 品质过得去就好了 我不用买特别好的 那价值观不太那么 价值观跟消费观不太一样的话 也可能会引发这种不愉快 例如说说 我包给爸妈 16888 已经是个吉利的数字 16888 对不对 可是另外一个人 可能会觉得说 你包这么多干嘛 甚至有一些他觉得 跟父母关系很好 他还会觉得说 16888 你包这个钱不会太少了吗 对不对 所以你看一样的数字 在不同的价值观的人眼里 他就是可能太多 或者是可能太少 所以换句话说 如果你们夫妻 彼此之间这样子的价值观 或者是消费观不太一样的话 也很可能在这种 所谓的给长辈的校养金 或者是过年的年纪红包上 有一些的不愉快 好哦 还有一种情况是比较惨的 大家可能都有兄弟姐妹 对不对 那可能我们都算成才 可是偏偏呢 就家里就会有一个比较 相对不成才的手足 那这个呢 是什么 例如说 哎呀 我有个妹妹 然后呢 他可能就是 常常就是 一年完 离世的老家 就常常在换工作 今天跟同事感情不好 我也要离职 长官太机车 我也要离职 老板太挑递 年终奖金不 不给我很大方的发 那领完我也要离职 常常在离职 所以你会发现 常常在家的时间很多 找工作的时间很长 这个时候呢 就可能需要兄弟姐妹 偶尔来接济他 那这个时候呢 我不接济他 长辈 爸爸妈妈 可能会给我压力啊 例如说 哎那你妹那边 是不是你也包个过年嘛 他现在没工作 你也包个三千块红包给他 意思意思一下 那问题是 这种行为 我是不是要持续的去做 甚至就是说 有一些的 你的另一半是不容许 甚至就是说 我还要帮我家里的兄弟姐妹 来还债这件事情 有可能就会 让你的这个家里 引起很大的不愉快 甚至吵架 甚至还有离婚的这个可能 所以这个是很严重的一个问题 那另外呢 就是说 哎有时候 我们都会藏一些私房钱 那藏了私房钱之后 你要嘛就藏好藏满 千万不要被发现 万一有一天被发现的 哎也会引起一些不愉快哦 所以这个部分呢 可能就是我们 我在一些个案的处理上啊 或者是我常在演讲的时候 常常会看到跟听到一些状况 有一些不愉快 那我们要怎么避免 接下来的节目 我们就会来一一的去 来告诉大家 应该要可以怎样去避免 这样子哦 好 那我们现在的话 如果说你们呢 听众朋友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 或网友一生什么的问题 都欢迎来留言 这样子哦 留言来告诉我 你常听到的一些不愉快 有一些什么样的的情况 或者是直接来问我也可以哦 就说哎你可能因为夫妻之间 因为什么来吵架了 吵架了之后呢 没关系 你们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你也可以描绘给我听 描绘给我听 那我可以直接来告诉你 一个解答一个解方哦 比方说我这边就用一个例子来讲哦 我有一个学员 她是一个全职的妈妈 那她呢就是为了小孩 她就是在小孩上幼稚园之前呢 她就把工作辞掉 然后全职当妈妈这样子 那她的老公也非常好哦 她老公月薪大概八万块 那八万块她就会全部哦 拿给老公 拿给老婆 让她去管钱 那每个月自己只拿五千块的零用钱 然后那时候我听了就觉得 哇好惊讶 五千块一个月怎么够啊 你在台北市上班耶 她就说哦就搭捷运啊 然后因为公司福利还不错 所以会提供一些伙食 所以吃的部分 其实就是不用花到外食的费用 这样也蛮好的福利公司 我说这么好的老公 你还有什么问题呢 好那她就觉得说 对我也觉得我老公很好 可是呢 有一个事情我 我也是觉得过不去 可是又觉得拿出来挑剔她 好像这样就太过分了 这个老婆人也很好 我说啊你讲讲看 我听听看这样子 他就说我老公别的嗜好没有 你说什么玩车子啦 然后去喝酒啊都没有 他真的是一个很好的男人 可是他唯一一个嗜好 就是他周末的时候 很喜欢逛大卖场 那大卖场有很多嘛 我就不讲品牌了 我说逛大卖场他买什么 他说就买家里用的东西 或者是什么东西 我说那也很好啊 那不就是为了这个家吗 我觉得真的是很棒的心好男人 他说可是啊 家里好多重复的东西 比方说餐巾纸 卫生纸 然后你什么洗洁剂 他都买好多 然后已经用不完了 他还是一直买 老师我要怎么告诉他呢 好 那我就想一想 我就说来 我知道了 我们呢 做这种财务的沟通 千万 第一个要考量的 就是你的另一半 就是不管是你的老公 或你老婆 你的心里的舒适度 你一定不要给他 那个心里起反感 那你要谢谢他 你在沟通这件事情之前 你一定要先谢谢这个老公 说老公谢谢你 每一个月啊 都给我 这个家用都给我 然后全部新的都交给我打理 你一定是很信任 我的管理能力 真的谢谢你的信任 这样子 那像下次啊 如果他又要去 买这些东西的时候 你就跟老公老公来来来 你的钱包给我 那钱包给你干嘛呢 来没关系你就把里面 放两千块的钞票进去哦 钞票进去 为什么 然后把他信用卡抽出来 因为这个老婆跟我讲说 他老公去卖场 都是刷信用卡 所以他买了那么多东西 回来之后 下个月的账单 其实老婆就是看在眼里 就说 怎么这一次 这一趟去又刷了四千多块 下一趟去又花六千多块 这样子 其实这也是蛮大的开销 每个礼拜累积下来 所以呢我教他的方法 就是说 老公要去逛大卖场 其实我觉得这可能是 他上班哦 一整个礼拜的 抒压的方式 去卖场吃吃 逛逛 看看 然后买一买 满足一下这个男人的这个 我也是可以买东西啊 然后我想买什么 就买什么 这个欲望 对不对 好哦 那买东西要有钱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就可以去考虑 那你的支付工具是什么 如果你是现金 那你就一定是现额嘛 我现金一千就只能买一千以内的东西 我现金两千就只能买两千以内的东西 那如果你是信用卡 不好意思哦 就没有现额的概念 我要什么拿什么 什么都放进去 反正这样子刷卡 一逼 我就是结账了 我也不会去看 我到底买了什么 四千多块还是六千多块 不用管 所以这个时候 不要去约束你的老公 不要去禁止他 不要去卖场 甚至也不要跟着他去说 啊 他们拿了什么东西在车上 你就把它放回去说 这个家里已经有了 不要买 这样子也是很打击男人的信心 好不好 所以千万不要这么做 所以当他出门的时候 只要做到一件事 老公 老公 你的钱包来给我 信用卡 我帮你收着 那我们家其实很多东西都有 那这两千块你就拿去 或者这三千块你就拿去 不管 你就是 给他放进他的钱包里 那你爱买什么就买什么 这样子 这样给老师公 听在心里 是不是也是很愉快 爱买什么就买什么 那背地的 背后的那个 那个基础是什么 我也只有两千块可以花 我也只有三千块可以花 一旦结账 他发现钱不够了 他自动就会把东西 慢慢的放回去 是不是 所以呢 这个从一次一次的修正 或许这个老公 慢慢的就有可能 可以去收敛跟 收这种行为了 所以其实我觉得 在做财务的沟通 千万不要去指责对方 就说 你干嘛都怎样 你为什么不怎么样 其实有时候 你带着指责的心态 其实你的心理跟你的口气 其实你的另一半一定是感受得到的 所以呢 你要去想说 为什么他要这样做 好吗 那接下来我们就休息一下 进一段广告之后呢 我们再继续来谈一下 夫妻怎么谈钱 然后不吵架 接下来呢 我继续来讲一下 我们就 我刚刚讲的这个例子 对不对 那个例子呢 就是说 这个大卖场的例子 好哦 那另外一个 还有一个例子 我觉得也蛮经典的 是什么呢 有一个先生 他很 很 很 对数字很敏感 所以他对什么都很 很 不能说他很计较 而是他对于数字的部分 他就比较在乎一点这样子 所以 跟夫妻之间 就是家庭的理财的观念规划 他也是就是说 太太赚5万 然后他赚8万 那他们的共同的账户 就要用5比8的方式去做 共同的这个 把钱存进去这样子 就分得很清楚这样子 可是呢 这个先生又有一个问题 是什么 他的原生家庭 其实经济状况 不是那么OK 动不动呢 就是例如啊 可能什么 爸爸因为生病要开刀 那开刀呢 就他 就是儿子经济能力比较好 那他的其他的弟弟妹妹 就会希望说 那这个大哥就付多一点 因为你经济能力好嘛 你赚的比较多嘛 这样子 好 所以呢 对于原生家庭 因为自己爸爸 要生命住院开刀 这些相关的医疗费 一定是要出的 所以他就是 好啦 就摸的鼻子也就付了 好哦 那动不动有时候 就出去聚餐 一样出去聚餐也是啊 你身为大哥嘛 你就多付一点嘛 或这一团啊 我刚好就算你的就好了 所以呢 他对原生家庭 其实就是 算比较大方 那看在太太的眼里 就觉得 我真的心里是过不去 我们薪水 我也对这个家庭有贡献 结果你却跟我计较这么多 那你对你的原生家庭 你自己的弟弟妹妹 你的爸爸妈妈 你都什么都OK 然后来要钱 你只是眉头一皱 但是你钱还是掏出去 可是我们两个共同的家 这些相关的开销支出 你去跟我算得这么清楚 其实这也是跟 原生家庭的 这个关系 是有关系的 有些人 他就是因为 可能是长子 或者是长女 他比较能够 比较难去脱离 他原生家庭 原先从小对他的 这个所谓的成长的期待 那这个背的这个期待 长大之后呢 他就会觉得说 对 没错 我这是要对我的家庭 付出比较多 然后我有能力 我就要回馈家里比较多 那这样子也OK 没有问题 但是如果是 你是这样子的人 那就请你一定要在 你的另一半的关系上 也要好好的对待 跟好好的沟通 甚至对你的太太 或对你的老公 也不要太小气 才不会彼此失衡 这样子 好 那例子讲的够多了 那欢迎大家还是如果有call in的话 有一些问题 欢迎打电话进来问 call in电话 0283693398 那也欢迎在我们的这个YouTube上 可以留言来问我问题 那接下来呢 我就要来正式 就进入我们这个家庭财务 我想要跟大家沟通一些技巧 跟一些观念 跟一些做法 OK 好 那我想要问一下 你自己先想一想 在你们家 老公跟老婆 到底谁是财务大臣 你觉得谁是财务大臣 那不管你的答案是什么 对于立方老师来讲 我其实没有标准答案 我通常都会觉得说 你们两个 就是自己觉得最好的方式 就是好的 比方说 你如果是老公 投资理财很厉害 太太把钱交给他 一起去共同管理 去投资 我觉得也是好的 只要这个钱 每一年能够长大 然后呢 每一年能够去 有一个很好的理财的运用 每一年到 有赚个6% 8% 都是很棒的 那我们就交给专业的来 这样子 这是一种很好的方法 另外一种呢 有些人就说 我不要啊 我干嘛全部交给他 我自己也想投资理财 我自己也想要知道 我自己 我的投资办案也不错啊 没问题的 如果你也是属于这种 双方都有一些理财的概念 那你可以选择另外一个方式 就是各里各的财 各里各的财 可是问题来了哦 那对于家里的共同开销 你要怎么办 对不对 比方说小孩子的 安亲教养费 补习费 学费 或者是家里的房贷 水电瓦斯 这些共同的开销 怎么办 这个时候会建议你们夫妻 看似一半一半 或是真的是按照你们的薪水比例 要去帮你们家开一个共同的账户 例如呢 房贷啦 水电瓦斯都从这个共同的账户里面 去 去动用 比方说我刚刚有提到一个例子 老婆赚五万 老公赚八万 那就请你每个月等比例的拨进去 例如老婆拨薪水的一半 就是两万五 那老公也是薪水的一半 就是四万块一起拨进去 等于是两万五 再加上四万块 等于是为了这个家的共同账户 我的共同的 大概就是六点五万 可以从这个账户里面去支用 那至于你说老公喜欢买什么 老婆喜欢买包买鞋子 OK 那就是你自己的自由行为 彼此不要互相干涉就好了 我觉得这样子 就能够降低的一些不愉快 因为毕竟 我为了这个共同账户 我夫妻两个都已经有付出 有进来了 有把钱存进去 那剩下的钱怎么去管理 要怎么去投资 怎么去消费 就是各自的事情 就互不干涉 这样子比较不会有一些不愉快 OK 好 那再来呢 有些人就觉得说 哎呀 我们夫妻就盖 睡同一张床 盖同一个棉被 有必要分这么清楚吗 有一种做法 我觉得也是可以考虑的 就是呢 这个老公呢 他付大笔的 付大笔的 老婆就付着小笔的 小笔的 比方说什么是大笔的 比方说房贷 就开销 买房子嘛 我背房贷 房贷呢 就老公去交 那剩下的一些小笔 比如说 家里的买菜钱 然后小孩子的 衣服啦 鞋子啦 或者是学费等等的 比较小的 那就太太来 来 负责 这样也是可以的 也是我看过有些家庭是这样子 然后也就是相安无事哦 然后也都很OK的哦 好 那很OK 像这种家庭 我就会提醒一个状态哦 一件事情是什么 那不管哦 就是说老公去付大笔的 这种钱来帮存作你们夫妻之间的 所谓的退休账户 当然啦 我觉得我们上班族 我们只要是劳工 我们都有所谓的劳保跟劳退 两笔退休金 对不对 可是呢 我们可能十年 二十年后退休 其实劳保跟劳退 加起来 顶多两万多块 现在目前这个劳动部的统计 已经开始在领劳保加劳退的 这些劳工朋友 已经退休的劳工朋友们 平均老百家老退 领起来差不多是 一万七千多块左右哦 换句话说 如果真的只能领到 一万七千多块 不好意思 这样子一个月 怎么会够用呢 如果你又是活在一些都会区啊 比如说台北啦 台中啊 像新竹 这个物价也是很高的 根本是不够用的 所以 也会建议说 你们夫妻之间 虽然各里各的财 或者是说 有人出大条 有人出小条 没有关系 不要忘记你们自己 还是要存一笔共同的钱 比方说老公五千 老婆五千 或老公一万 老婆五千 一起来合并一个账户 然后去存 你们两个的退休未来 那如果真的是分得很清楚 说不要啦 我不想要把钱 把这个所谓的投资理财的主导权 特别给谁的话 那你很会投资 你就是各里各的财 也没有问题 但是我这边 立方要提醒的是 退休这件事情 是我们每一个人都会面临到的 孩子会长大 我们会退休 我们会变老 连这个体力会变差 甚至呢 如果你没有一些核心的竞争力 你未来中年以后 万一中年失业 或者是有一些 可能在职场的调整 你未来可能被调整到 你的薪水本来可以领十万 后来调整过后 你的薪水只能领到七万块 这些都是不无可能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赶快 未雨绸缪 在你还有赚钱能力的时候 不要忘记 帮未来的你 也要去存退休金 那钱多钱少 都是没有关系 一个月五千 一个月一万 都没有关系 在退休的这件事情上 只要你能够踏出第一步 开始存 永远都不会闲迟 好吗 这是立方的提醒 好 那再来呢 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提醒 这位听众朋友 要来注意一下 什么呢 就是你们 哎 跳掉了 你们有没有共同的理财目标 我刚刚讲的是退休 很多人就说 退休都很久的 六十回以后的事情 我现在还很年轻 三十五岁 对不对 我四十岁 退休还二三十年后的事情 不用想那么远吧 这家都没搞啊 我但是 没关系 你要去想 在退休之前 你们夫妻 有没有什么共同的理财目标 想要去达成呢 例如你有一个小孩 那就是好宝贝他 你就想要以后给他送出国读书 这样子 送出国读书 不用钱吗 要吗 你去美国 你去英国 你去澳洲 都是需要钱的 好 那你这个 所谓的出国的子女教育金 你传后完吗 你开始准备了吗 我们常常有时候在 我觉得有时候 我的那个听众 或者是我的那个学生 很可爱 他都会很明白地告诉我说 有有有 我希望我小孩子退休后 我就传两百万 让他出国读书 或者是说 我希望我大概 五年后我想买一个房子 然后我的投机款 大概就是例如 投机款我想要传 差不多三百万这样子 他们都讲得出来 那我就说 很棒啊很棒啊 因为有一个理财目标 而且很明确 比方说小孩子 十八岁送出国 你小孩子几岁 你自己最知道吗 现在三岁 离十八岁 是不是还有十五年的时间 那十五年 然后我要传冷霸 都很算得很清楚 或者是说 我刚刚说 什么五年后 我要买一个房子 然后投机款三百万 时间点跟金额都很清楚 可是呢 你会发现 那你现在做了什么 理财的决策吗 你开始做投资吗 他跟我说没有 他就把有多的钱 就放定存这样子 我说这样子够吗 他说我就是不知道 够不够才来问立方老师啊 有没有很可爱 所以你就已经算出来了 我要提醒大家的是什么 如果你们的夫妻 有一些所谓的 共同的理财目标 不管有或没有 请你都把它列下来 有的话太棒了 不要说几年后要干嘛 你就一定要把它写下来 列下来 然后呢 把它量化 量化是什么 就是说 我完成这个理财目标 我需要一笔多少钱 例如 我想要跟我老公 在五十岁去环游世界 要花 花个一百万好了 那假设是这样的话 要五年的时间 要花到一存到一百万 你就请你用一百除以五 换句话说 你为了这个理财目标 你是不是每一年 至少都要存二十万进去 那这样的概念呢 其实就很好去换算 那不管你家里有一些 什么样的理财目标 其实都是可以用这样的方法 去套用的 好 那我们在这边先 再进一段广告 回到我刚刚讲的 这有关理财目标的部分 我把它讲完 我再来回答我们的网友 美化的问题 那有关那个理财的共同目标 其实我是觉得很重要 当然你不只有环游世界 还有子女的教育金 还有退休基金 其实我觉得你们都可以 一起来讨论一下 而且不要忘记 即使你已经讨论过了 立方必须要提醒你 人是会变的 对不对 你三年前讨论过的目标 搞不好你三年后想法又变了 因为你三年这个期间 你遇到什么样的人 你看到什么样的事 你遇到什么样的遭遇 其实都有可能会影响 你对于未来的想法 跟一些计划 对吗 所以我会建议就是说 在有关家庭共同的财务目标 最好的方式就是 每一年 年底的时候 或是年初的时候 其实就是现在这个时候 12月底或1月初 大家都是陆续可以开始 比方说明年过年1月 那1月前 我们就会领到年终奖金 那年终奖金的理财 其实也是另外一个 我可以分享的主题 有机会再跟大家分享 那像这种时候 最好就是用夫妻 坐下来好好的去盘点一下 我们家今年花用的状况 以及能够存下的部分 是不是有如我们 年初讨论的时候 那个样的计划 那个目标 我们是不是都有朝这个 同一个方向 以及那个这样的进度去前进 比方说我刚刚讲说 一年要存20万 那这样子 我们是不是有存到了呢 就可以顺便在年底 或年初的时候 顺便来盘点跟计划一下 这个是很重要的 存钱千万不是傻傻的存而已 你有没有存到 你说没有 我没有存到那么多 因为今年可能家里长辈 有一些状况 需要干嘛的 有一些长交的开销 我存不到20万 我只有存15万 也没有关系的 这个但是呢 你有去盘点 你就会知道说 我现在还缺多少 或者是我多了多少 就好像我们常常在开车 对不对 我们开车是不是常常 我们要去哪里 好歹你先Google Map 先GPS定位一下 我总要知道 我要去什么方向 对吗 然后呢 我常常去开往那个方向 要不然啊 我今天我常常开玩笑说 我从台北 我要去墾丁 我有很多种方法 我可以坐飞机到高雄机场 然后再坐 从机场 再去叫计人车 去墾丁 对吧 我也可以搭高铁 从台北南港出发 一路到新左营站 然后呢 再去搭所谓的 什么 那个肯定快线去 那我有没有可能 自己开车 从宜兰 花莲 台东 一路绕到台东 也可以嘛 所以说 其实你要存到 这样子的理财目标 定下来 要通 要达到的方法 要能够完成的方法 有很多种 那我们夫妻 其实就是要坐下来 好好的去对焦一下 那你的方法 跟我的方法 以及我们共同 讨论出来这样的方法 是不是可用的 然后是不是真的有完成 依照我们的 期望的速度跟进度 去存到我们想存的钱的 好 那我先讲到这边 我来回答一下 我们有一个网友 美化的问题 他说 目前住的房子是 美化自己本身 女生婚前买的 可是房贷 那也给老公管吗 常常会因此而争执 他表示 就是老公 帮忙付的钱 可是都不是 他的名字 这样子 好 这个呢 其实也是常见的问题 就是说 既然就是 我们成为一家人之后 那家里的开销 不管老公或老婆 都会帮忙付一下 可是帮忙付一下 可是名字 却不是在我的名下 有些人 就会去计较了 那这种方式 我觉得 如果你要去 因为 婚前买的房子 这在你们 应该是这么说 在婚姻状况 都很正常 健康 维持婚姻状况的情况下 其实这个房子 他帮忙付不是他的 但是也是你们夫妻 共有的 共有的 那未来一旦 万一有怎么样的意外 可能会分开的时候 其实先生也可以有 他自己的主张说 例如 他 他要去举证的出来说 他从民国几年几月付房贷 付到哪一年的哪月 他自己是要去提出一些 他真的有去付这个房贷 相关的这个凭证 或者是有这些 相关的账户资料 才能够去争取他 必要的权益的 但既然是 还是在婚姻状况下的一家人 那其实就是会希望 可能太 先生可以不要这么计较 那如果先生一定也要计较 有一些名分 是不是把部分的这个 所谓的房屋的所有权 还要分到先生名下的话 我觉得这样也好像有点 不太需要 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房屋 或者是土地要去做 一些所谓的权力的分割的时候 其实都要去找代书 那你付代书 这些相关的文书费用 一次处理下来 也是就要一万多 那有必要夫妻分得这么清楚吗 因为这个房子 毕竟都是一家人一起在住 也不是只有太太住 也不是只有先生住 如果你没有小孩 连小孩都住在里面 所以大家是一家人 所以或许可以请这个美化 可能请老公这边 也来听听立方老师的节目 或者是看一些文章 其实就是真的一家人 不要计较这么多 那还有 OK 好有这个所谓的一个 Frank有问到就是说 老公一个人 独自扛家庭的收入的主要来源 要怎么改善 那这边要给这个Frank 一个很大的掌声 是什么 你一个人扛起全家人的 这个生计 真的是很棒的一个男人 真的是个真男人 立方老师要帮你按一个赞 这样子 那至于怎么改善 其实我觉得还是要看太太本身 现在他有没有一些所谓的工作的技能在身上 那有些太太我知道 因为我也是女生 我生了四个小孩 那我职场上有很多 遇到很多的朋友 他们就是 就是生了孩子之后 我就会母爱大爆发 我就想要看着我的baby 然后这样长大 然后到幼稚园 他才愿意回到职场去 那所以他前面可能先留职停薪 然后后来留职停薪的价都用完了之后 他就算了 我就离职 然后一定要待到小孩子上幼稚园 或甚至上小学 这个妈妈才愿意重新回到职场 可是很现实的状况是什么 重新回到职场 也要职场上有你的技术缺 就是说你拥有本身这样的技术能力 那回到职场才有人要用你 才能够找到一个工作 那如果没有的话 很可能你就必须去打那种 所谓的终点的工作 那我会建议就是说 这个Frank 你可能可以跟太太 我不知道你们家的情况是怎么样 不过你或许可以跟太太 这边沟通一下的状况 就是说如果太太也是那种孩子大了 然后你们也就是有固定上小学 然后如果太太又是很小孩控 就是很想要就是帮她煮早餐 做便当 然后家里的功课 就是小孩的功课 放学功课也要自己看 这种小孩控的话 那我会建议就是说 在小孩子去上学的期间 那太太还是可以去找一些 终点工的工作 例如便利商店 他们也是有这种终点工 可以去跟人家排班或轮班 或者是一些早餐店 这种可以去打一些特定时段的工 或者是便当店这种特定时段的工 或许也可以去考虑一下 或者是饮料店 摇摇杯的饮料店这样子 那当然我觉得先生在沟通 这件事情的时候 不要去把太太压力给太太 因为太太一定也有他的想法 他才会想要当全职的家庭主妇 那我觉得Frank 你在沟通的时候 其实你可以试着做一件事情 你听听看 就是你可能把家里的开销 先列一个月出来 你过去你这份薪水 然后家里开销 家用用在哪些地方 那你其实就是把这张表 摊在给老婆看 就告诉她 其实你一份薪水 这样子养家 你真的觉得很吃力 而且现在大环境是不好的 那家薪也是有限的 如果在这样的情况 孩子会变大 会长大 那孩子开销跟家用 可能会变多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是不是太太 你也能够想办法 或者是在什么的时间点 自己抓个时间点 例如一年后两年后 小孩几年级之后 那是不是也愿意出去 做一个工作这样子 那我觉得你开诚布公 就去跟你的太太示弱 就好了 其实有很多太太 其实根本不知道 原来你这么苦 很多的老婆 真的不知道老公 原来这么苦 在外面又要受客户的气 然后老板又要挑剔 长官又要龟毛这样子 其实满肚子气 所以回家都不讲话 脸都臭的嘛 然后吃完东西 也不做家事 那太太就会觉得说 家事都我在做 然后你不过上个班 为什么家里在 回来就是一直看电视追剧 然后要不然就滑手机 也不跟我们互动 其实满肚 彼此都有满肚子的苦水 那很多时候 其实就开诚布公 讲一下 其实大家能够成为一家人 就是有缘 那不要 不要去害怕 跟你的对另一半示弱 那你需要他的协助的时候 甚至在经济能力 需要他帮助的时候 其实你就大胆的 放心的讲出来吧 好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 谢谢大家的收看 那我是郭立芳 谢谢大家 那下次希望有机会再见咯 拜拜